有听友呢 我忘了是评论还是私信了啊 想让我说说南京女童饿死案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伙来说说吧 2013年6月21号的时候 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民警 王平原警官 跟同事们呢 一块来到了小区里边 一户人家的门前 逛逛逛在那敲门 但甭管怎么敲 也没人开门 里边呢也没什么动静 这王警官呢 认识这家的女主人叫乐宴 就是快乐的那个乐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乐宴还是乐宴 因为这一个字啊 也有乐的读音 也有乐的读音 并且这俩音都可以作为姓氏使用 不过这姓乐跟姓乐 他其实还不是同一个姓氏啊 你要放到文字上这是一个 但是放到读音上 那不是同宗同源的 咱们就叫乐宴吧 这乐宴呢 家里边啊 有两个女儿 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为什么王警官对这一家很关注啊 因为之前就发生过乐宴把孩子丢在家里边 不管不顾的情况 派出所呢 也怕这家再出什么事 这一回王警官一看 家里没人 就琢磨着是不是又把俩孩子扔家里了呀 赶紧掏出手机给乐宴打电话 可是传过来的是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 这王警官心里边啊 当时就不踏实 为了赶紧查明白屋子里边的情况 就叫人过来 把门呢 就给撬开了 两名民警呢 进到乐宴家里边 看了一圈啊 屋子里边没人 但是有一个卧室 防门紧闭 这可就吸引了王警官的注意 走过去呀 打算把门打开 但那门锁呢 是坏的 也没门把手 推呢 你也推不开 因为很明显是搏上了 王警官跟同事啊 俩人就想用身体撞这门 但里边好像是堵着什么东西似的 撞了好几回 这才把他给撞开 撞开打开门 这么一看 呵 这个乱啊 到处都是垃圾 地上啊 床上啊 哪儿哪儿都是 有卫生纸 各种各样的包装袋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衣服 散落一地 同时 一股子恶臭味扑鼻而来 王警官跟旁边那同事赶紧用胳膊 把自己的鼻子就捂住了 走进屋里看看吧 一眼啊 王警官就看见床上有一个小孩 赶紧跑到床边 发现了极其残忍的一幕啊 这孩子呀 是侧躺在床上的 身上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没肉了都 并且浑身上下 到处都是屎啊 尿啊 小孩手里边啊 还抱着一个小水壶呢 王警官把这水壶一拿起来 里边空的一滴水也没有啊 再看这孩子吧 一点血色没有 是睡着呢 还是出了事了呀 赶紧把手放在孩子鼻子前边 发现这孩子呀 早就断了气了 于是 王警官赶紧让同事联系刑警大队 告诉刑警大队 这儿啊 发生了命案了 他同事呢 当时也没联系 就跟没听见似的 慢慢的蹲了下来 开始翻地上的垃圾 王警官还纳闷呢 这怎么回事啊 赶紧走过来一看 地上还一个孩子呢 是乐宴的大女儿 李雪 这小雪呀 浑身赤裸着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也是瘦得皮薄骨头 肚子呀 明显凹陷下去了 看脸上的表情 异常的痛苦啊 王警官一看这姊妹俩 心里边他不是滋味啊 赶紧看看吧 试试这李雪 是不是还活着 一探这鼻息 也断了气了 王警官当时啊 心里完全接受不了 整个人浑身啊 都在那开始哆嗦 把手收回来 看着这俩孩子 眼泪巴搭巴搭的 可就掉下来了 两位民警是强忍着 没让自己哭出来呀 他们不明白 这俩孩子到底招谁惹谁了 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怎么就这样了呢 王警官稍微冷静了一下 从口袋里边掏出手机来 拨通了刑警大队的电话 很快 刑警大队就来人 把乐宴的家 就给封锁起来了 因为住的是居民楼啊 楼上楼下 街坊邻居 都纳闷 都好奇啊 哎呦 出什么事了 怎么警察来了 怎么还拉警戒线呢 都想看看乐宴家 到底出什么事了 法医进去之后 对这两个孩子的尸体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检查 然后就抱了出来 身上盖着白布 虽然说盖着白布 但小胳膊啊 是露出来的 露过人群的时候 这围观人群都看见了呀 整个都被这一幕 给惊住了呀 这时候啊 大伙都在那感慨 哎呀 俩孩子都没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可怜呢 还有的说了 是啊 你看那孩子瘦的 啊 胳膊都不成形了呀 这时候 又有人说了一句 这孩子啊 不会是在家活活 饿死的吧 确实 甭管谁看见 那皮包骨头的小胳膊 都知道 这活着的时候 这吃不饱饭呢 大伙啊 看着这孩子离开的那背影 都在那流眼泪 有的人当场忍不住了 开始骂大街了 早孽呀 啊 这什么人 禽兽不如啊 大伙呢 你一言我一语的 可就讨论开了 大伙都想知道啊 孩子怎么死的呀 谁害死他们的呀 刑警大队 对这事是格外的重视啊 办案这么多年了 像这样的案子 之前接触的不多呀 啊 两个孩子 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啊 摆明了 就是活活饿死的呀 到底怎么回事 家大人呢 没人管呢 爹个妈干什么的呀 警方呢 立刻对孩子的父母 展开调查 很快 发现他们家的情况啊 还真是非同一般 这俩女孩 大点的叫李雪 小点的叫李同 都是南京人 这俩孩子的爸爸 叫李文斌 妈妈叫乐燕 一家四口 住在这小区 这俩孩子的父亲呢 是尹君子 吸毒 2013年2月份 李文斌在家吸毒的时候 被人举报了 警方把李文斌逮捕 李文斌因此被判了六个月 也就是说 这俩孩子的爸爸还在监狱里边服刑呢 八月底才能出来 那么 爸爸在服刑呢 妈妈乐燕在干嘛呢 乐燕手机不停机了吗 警方给他充了话费 希望能联系到他 但是话费充上了手机还一直是关机状态 甭管怎么打 都打不通 爹去坐牢去了 妈呢 下落不明 不知道去哪了 把俩孩子扔在家里边 警方只能先开始走访周围的居民 希望能得到一些关于乐燕的线索 在走访的时候啊 街坊们就说 哎呦 平时很少看见这俩孩子的妈妈 呃 几乎啊 跟他都没有过什么交集 我们也不知道他能去哪 他会去哪 但是警方还是有了一个收获 2013年4月17号 乐燕一个人离开家 把两个年纪还小的 还需要人照顾的婴儿啊 这都不是孩子呀 这是婴儿啊 独自扔在没有人的家里 给孩子呢 买了食物买了水 放在屋里 潇潇洒洒 人家就离开了七天都没回来呀 你要说是家里边 一个十岁的 一个八岁的 给他们足够的吃的喝的 也许还行 一个一岁的 一个两岁的 扔点吃的 扔点喝的走了 最后啊 是大女儿李雪 实在扛不住饿了 想方设法的 从家里跑出来 本来呢 是想跟人呼救 但各位 您想两岁的孩子 不到三岁呢 他能说什么呀 还没见着人呢 还没说话呢 先晕倒在小区里边的草坪上了 得亏让邻居发现了 一看这孩子 这就是明显饿过劲了 给孩子买了包子 这李雪呀 醒过来之后 是一句话也不说 接过包子 狼吞虎咽 一看好几天 没吃饭似的 这老百姓们 觉得不对劲啊 这孩子面黄激瘦的 肯定是营养不良啊 这是不是家里人 虐待孩子呀 那得管呢 邻居们呢 就联系了社区居委会 反映了这个情况 居委会啊 当时带人 就到了乐宴的家里边 一进去 把居委会的人 都震惊到了 那哪是家呀 就是垃圾厂啊 咱们这垃圾回收站 都比他们家干净啊 屋子里边那个乱呐 垃圾跟衣服 是混着堆在一起的 你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你再看厨房吧 锅板瓢盆什么都有 哎呦 上边长的那大黑毛啊 散发着一股子嗖味 居委会的人 在卧室里边 看见了一岁的李同 李同 早就被饿晕过去了 当时身上啊 穿着纸尿裤 但是各位 好几天都没人管 纸尿裤 他也包不住 那么多的排泄物啊 都从边上溢出来了 大伙赶紧帮孩子拖下来 打了一盆温水 帮孩子洗 洗干净以后 哎呀 真让人心疼啊 身上啊 有好几处皮肤都溃烂了 最后俩孩子 是被居委会和邻居 一起送到了社区医院 进行救治的 本来想着联系孩子 他妈妈 联系不上啊 那怎么办呢 报警吧 让社区民警 把孩子的母亲乐艳 找回来 既然有了 当时这马子是了 为什么后来又有了 这出悲剧 这乐艳一天天的事 去干嘛去了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后来是人家居委会的人 还有社区民警 好心邻居 一起把孩子 送到社区医院救治 但是你得找着孩子 他妈妈乐艳在哪啊 据当时啊 在场的围观群众说 乐艳找回来之后 看见孩子的时候 也是痛哭流涕 抱着孩子这一哭啊 一边哭还说呢 我糊涂啊 我以后一定会 好好照顾他们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码事 为什么 王平原警官啊 时不时的就得去他家 看看情况 担心孩子出事 当时啊 王平原警官呢 经过调查就了解到 这乐艳呢 一出去好几天 不是工作去了 不是有什么急事 干嘛去了呢 喝酒 打牌 自个痛快 自个潇洒去了 这哪是人呢 这还是个当妈的吗 当时啊 民警也生气 对他呀 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且警告他 你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作为他们的法定监护人 你要承担起养育他们的责任 出了事 你逃不了干系 后来啊 这俩孩子确实也可怜 到医院救治不得花钱吗 哎 乐艳呢 人家钱早喝酒喝没了 赌博赌光了 孩子那治病 我哪来的钱呢 最后这医药费 是居委会啊 好心邻居啊 包括社区民警啊 自己掏自己药包给他出了 居委会呢 也不要求他还 就跟他说了 你啊 这钱不用还啊 只要孩子好好的就行 别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别让孩子遭这么大的罪啊 这遭天谴呢 这个 最后啊 在社区帮助之下 居委会呢 还帮乐艳办理了困难户 王平原警官负责定期的 给乐艳发放生活补助 一个礼拜呢 二百块钱 一个月呢 发四回 就一周去一次 每个月 是发八百 王警官说 这乐艳呢 每周 特别准时准点的 就跟他联系 要钱 但是六月八号左右 俩人联系过一回之后 乐艳可就再没给他打过电话 王警官之后再给乐艳打电话呢 也打不通 因为王警官知道之前这俩孩子的事啊 所以啊 就担心 这才决定上门看看 敲门 没人开 这才把门给撞开 看到孩子的尸体的时候 王警官自己无比的自责呀 哎呀 我怎么没早点来呀 我早两天过来 俩孩子 没准就能救过来呀 但你说这跟人王警官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啊 那这当妈的 这乐艳都不知道去哪了呀 警方就认为 两个孩子的死亡 肯定和他们的妈妈乐艳 脱不了关系 于是立刻开始派人搜捕乐艳 警方啊 以案发小区为中心 周围方圆五公里 所有的酒吧 棋牌室啊 赌博的这些场所 公共娱乐场所都成为搜查对象 孩子尸体被发现之后的第三天 警方终于在一家洗浴中心 把乐艳找着了 跟乐艳一说 知道俩孩子怎么了吗 乐艳在家呢 好好的呀 俩孩子已经没了 乐艳对这事一点不知道 根本没想到 哦 是吗 我给他们买吃的了 买喝的了 怎么就没了呢 警方告诉他两个女儿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 乐艳倒也难过 哎呀 嗷唠一声 坐在地上就开始哭啊 哭着哭着可就躺在地上打滚了 大伙子怎么劝也没用 只能是两名刑警 把乐艳架了起来 带回公安局进行询问 再说另一边 再说另一边 法医呢 也解剖了两个孩子的尸体 发现两个孩子的胃里 您猜有什么呀 食物是轻易找不着了 在里边啊 发现了棉絮 发现了人体的排泄物 就是发现了屎尿 也就是说孩子在最后饿得没办法的时候 开始吃棉絮 甚至开始吃自己排出来的粪便 尸体呢 也基本上呈现一种干尸状态了 也就是说生前有着严重的脱水 这两个孩子通过尸检 不是死于伤害 不是死于意外 是活活饿死 渴死的 在最渴的时候 吃被子 喝尿 吃自己的粪便 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长得特别可爱的两个小女孩 我们难以想象这两个孩子 当时得多么的绝望啊 警方得到这尸检结果之后 立刻提神了乐眼 所有人都不明白啊 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呢 人家别人的妈妈疼自个儿孩子还来不及呢 哪有这样的呀 怎么就为了自己痛快把孩子扔家里 不管不顾 活活把他们饿死呢 警方啊 经过深入调查深入了解 就掌握了大量关于乐燕的事情啊 关于她的过往 2009年的时候 18岁的乐燕 离开老家的爷爷奶奶一个人到南京打工 向往大城市啊 南京啊 又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 经济繁荣的城市 乐燕呢 当时凭借年轻 最后啊 就到了一家夜总会 当陪酒女郎去了 2010年就在夜总会里边 她跟李文斌就认识了 俩人呢 其实也没结婚当时 就同居了一阵 乐燕就提出来分手了 咱俩分了吧 可让李文斌没想到的是 本来想着这分了就分了呗 再找别人呗 但2011年 乐燕带着女儿找上门来了 说孩子是李文斌的 李文斌呢 因为还挺喜欢乐燕的 也没做亲子鉴定 你说是我就是我的吧 咱俩确实也同居过 俩人就结婚了 2012年 结婚之后 俩人又生了一个女儿 李童 在这期间呢 乐燕就没出去工作 一直在家照顾孩子 虽然也不富裕吧 但一家人在一块 和和美美的 也挺好 但没过多久 发生了一件事 这李文斌 是拆迁户 手里边有点钱 也不出去工作 整天待在家里 这人呢不能闲着 这闲多了 就容易惹是生非 吸毒 家底很快 就被掏光了 这不后来 因为被举报 警察来到李文斌家里 当着母女撒人的面 把李文斌就抓走了 乐燕也没有经济来源 家里还有俩孩子 日子呢 过得挺苦 家里亲戚啊 资助过他五千块钱 嘱咐他把孩子照顾好了 等门宾出来 但是乐燕 拿着这五千块钱 嘿 这这哪有孩子 什么事啊 哎 该我出去潇洒潇洒咯 拿着钱就出去玩去了 天天是早出晚归 孩子在家里边 积一顿保一顿的 衣服脏了 谁爱洗谁洗 俩孩子能洗吗 啊 你现在会走了 会爬了 会用洗衣机了 你就洗 你们不会 对不起 反正我不洗 家里乱了 嘿 谁愿意打扫 谁打扫 反正我不打扫 俩孩子的生活质量 是越来越差 后来这才发生了 俩孩子被居委会送到医院那件事 大伙怎么也想不到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悲剧 再次重演了 并且这一次两个孩子再也醒不过来了 这是2013年6月8号的时候 乐彦在家里边觉得无聊啊 出去玩去吧 琢磨着李文斌快出狱了 他还安慰自己呢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去 我在最后一次出去玩个痛快啊 等回来之后我就好好照顾孩子 我等孩子他爸回来 他还在纠结的时候 接了一个电话 是之前足语忠心的一个朋友打过来的 约他出去玩 乐彦本来没下定决心 这回有人一约好 去 他呢 给俩孩子洗了个澡 换上干净衣服 弄点吃的 弄点喝的 就走了 为了避免大女儿跟上次一样 从家里跑出来 没事给她找事 故意把俩孩子关进卧室里 把门窗都封死了 乐彦说呀 我在屋里给他们放了面包和水 我琢磨着够他们俩吃三四天了 我以为到时候我就能回来 但乐彦哪知道啊 玩嗨了 玩痛快了 都没再想起来自己俩闺女过 根本就没想想俩女儿该怎么活 没吃的没喝的 怎么生存 直到警方把他捉拿归案 这才知道悲剧发生了 这时候掰着指头这么一算吧 嘿 说走三四天 这已经走了快半个月了 乐彦啊 也向警方承认 孩子的死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我是真的爱他们 我不是故意把他们锁在家里活活饿死的 我是最爱最爱他们的了 哪有这么爱的呀 这话是怎么有脸说出来的呀 甭管怎么狡辩 俩孩子已经死了 所有人证物证充分 警方把所有证据 还有乐彦的认罪书提交给了检察院 检察院依法对乐彦提起了刑事诉讼 但是还没到审判的时候乐彦又怀了孕了 您各位该说了 这李文斌还没出来呢 怎么怀的孕呢 这事啊 咱就不知道了啊 反正最终呢 乐彦因为认罪态度良好 再加上怀孕了 于是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绝大部分的情况 人有了子女之后啊 都会变得开始柔软起来啊 这事我有切身感受 从有了女儿之后 整个人变得特别的多愁善感啊 后来我还看过这么一句话呢 说好些个父亲有了孩子之后啊 看新闻联播都能看窟窿 还真是这样 尤其是有了孩子的家长们 我估计都难以想象 乐彦家的这个故事 是怎么可能会发生在 21世纪这个年代 会发生在2013年这个年代 还是那句话 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不想着费大力气去养育孩子 那就先别生孩子了吧 不是所有人都配为人父母的 乐彦呢 后来在监狱里还说过 会把对这两个孩子的亏欠 弥补在第三个孩子的身上 对于这个案件 对于这个可恨的母亲 您有什么想说的 在2010年9月份的一天 巴黎市中心的一间小屋子里 有几个人正坐在一张大桌子前 他们面无表情 周围安静的可怕 在面前的桌子上 放着一个打开的黑色行李箱 一位男士站起身来 小心翼翼的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摊开放在桌子上 等到全部拿出来以后 在场的所有人看到这些东西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行李箱里放的是271幅 毕加索的画作 这些珍贵作品的保存状况都非常不错 如果他们都是真迹 那么这份收藏将会是毕加索去世以后 出现的数量最大的一批 但是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好奇 这么多的作品 他到底是从哪来的 眼前这位男士 他又是一个什么来头 他是毕加索的好朋友吗 是亲戚吗 还是说他是一个小偷呢 在这271幅作品的背后 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在场的人们会对这位男子展开各种各样的猜测 这一点都不夸张 毕竟毕加索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1973年4月8日 93岁的毕加索在法国语世长辞 在他死后 生前留下的各种作品的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 2013年 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在加士德纽约拍卖场 以1.72亿人民币 购得毕加索的名作《两个小孩》 2013年 毕加索的画作《阿尔吉尔的女人》 在加士德拍卖场以1.79亿美元卖出 创下了艺术品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 因为画作过于名贵 因而毕加索也成为了世界上被盗的作品最多的艺术家 根据统计 他一共有超过1000幅画作曾经被偷或者被抢 那说到今天这件事 刚刚那位神秘男子 他的手里竟然有271幅毕加索的画作 这些作品是从哪来的呢 因为数量实在是太过夸张了 因此人们看到他 第一印象都会认为 这会不会是偷来的 那有关这件事呢 咱们还要从这么一个人开始说起 这个人叫克劳德·毕加索 他是毕加索的孩子之一 除了是儿子以外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毕加索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 在毕加索去世以后 他的继承者们每年都会收到成千上百封来信 申请在明信片 在书籍或广告里使用毕加索的作品 为此 他们需要解决大量的著作权纠纷 以及签署各种各样的合同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毕加索的儿子克劳德通过合法判决 接管了毕加索的遗产 并成立了毕加索管理委员会 为的就是处理这些繁琐的事物 同时也提供为毕加索的作品鉴定真伪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鉴定毕加索作品的机构 在2010年1月 克劳德收到了一封署名叫做皮埃尔盖内克夫妇的来信 在信中 这对夫妇请求帮忙鉴定一些私人收藏的毕加索的作品 并附上了26张照片 对于这类请求鉴定真假的邮件 克劳德已经收到过太多太多了 但这其中大部分都是验品 因此一开始 克劳德也没有在意 直到两个月以后 三月份 这对皮埃尔夫妇又寄来了第二封信 在里面又附上了39张照片 之后又过了几天 又寄来了第三封信 里面附上了30张新的照片 这个时候 克劳德终于注意到了这些来信 当他翻看了那些照片以后 却惊讶的发现 这些作品自己竟然压根都没有见过 这种事情真的是前所未有 因为对于毕加索的现存作品 他们都会有一个目录 作为毕加索的儿子 克劳德对其了如指掌 每一幅作品他都认识 但是这些照片上的作品 他却一幅都没有见过 对于这种情况 克劳德的第一反应是 这些肯定都是赝品 甚至严格来讲 连赝品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伪造品 肯定是有人模仿毕加索的作画风格 画了一幅类似的画 又冠上了毕加索的名字 可是另一边 皮埃尔夫妇在收到了克劳德的反馈之后 却表示坚决反对 他们一口咬定 这些都是毕加索的真迹 实在没办法了 克劳德只好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自己亲眼看一看 于是2010年9月13日 皮埃尔夫妇应邀来到了毕加索管理委员会 接着就有了刚刚咱们提到的 很多人围坐在桌前看那271幅画的那一幕 当皮埃尔把这271幅作品逐一展开之后 克劳德彻底震惊了 如果只是看照片的话 确实难以分辨真假 但是当他近距离用肉眼观看的时候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些作品确实出自他的父亲毕加索 那无与伦比的质量和风格 只有毕加索才能够掌握 但是随之而来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这271幅画都是真迹 他为什么会落在眼前这两位老人的手中呢 这对老夫妇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这对皮埃尔夫妇其实都是普通人 皮埃尔是一个退休的老电工 在1970年到1973年间 毕加索曾经雇佣他干过很多次活 在这期间他们成为了朋友 而那些画作是毕加索送给他的礼物 但是根据初步估计 这271幅从未公开的作品 最少价值1亿多美元 这就让人们产生了怀疑 区区三年的雇佣关系 真的能够换来一份上亿美元的礼物吗 毕加索为什么会对一名电工 如此的慷慨大方呢 克劳德上下打量着这对老夫妇 其中丈夫头发花白 穿着一套老式的过时的西装 打着领带 他的妻子也稍微打扮了一下 做了头发 化了妆还涂了指甲油 他们完全就是在大街上 来来往往的普通群众 这种朴素的形象 很难跟一亿多美元的价格 联系在一起 克劳德的直觉告诉他 这些作品很有可能 是他们偷来的 但此时克劳德也没有任何证据 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 带走那些作品 不过这对老夫妇前脚刚走 克劳德马上就拿起电话 打给了律师 随后他们一起报了警 控告皮埃尔夫妇盗窃 并藏匿了毕加索的作品 三个星期之后 调查员找到了皮埃尔夫妇 以及那271幅画 把他们带走了 随后 这对夫妇被关进了看守所里 那些画也被暂时放在了 法国银行的金库里 2015年2月10号 法国格拉斯小镇的法院 开庭审理这起案子 如果藏匿脏物的罪名成立 那么皮埃尔夫妇面临的 将会是五年刑期 以及37.5万欧元的罚款 但是毕加索夫妇早已不在人世 皮埃尔夫妇该如何证明 自己的清白呢 而另一边 尽管克劳德来势汹汹 可他也无法提出证据 证明这些画都是盗窃的赃物 在法庭上 皮埃尔讲出了 他跟毕加索之间的故事 那是在1970年 他帮毕加索修好了一台 来自美国的烤炉 并且得到了毕加索夫妇的认可 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集 彼时年近90的毕加索 觉得自己可能随时要离开人世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画作 他让皮埃尔在自家的两栋别墅里 安装了防盗系统 借此机会 皮埃尔和毕加索的交流机会 也越来越多 两人渐渐的就成为了好朋友 连毕加索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个叫做皮埃尔的年轻的电弓 竟然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中 陪伴自己最多的人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皮埃尔和毕加索非常合得来 给毕加索最后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快乐 皮埃尔憨厚 坦诚 他没有什么文化 他看不懂毕加索的那些画 那些画在皮埃尔的眼里 简直一文不值 他所能看懂的 只有手中的起子班子 但是他也愿意和毕加索交流 他觉得老人很慈祥 很温和 就像是自己的祖父 于是为了回报这份快乐 毕加索曾给皮埃尔画了一幅肖像 但是皮埃尔竟然没有收 他只想要毕加索加的一把大型的班手 因为他觉得那把班手更加有用 更加值钱 这样的行为更加赢得了毕加索的好感 他常常请皮埃尔来喝咖啡 或者吃蛋糕 一起天南地北的聊天 他甚至还给皮埃尔起了外号 把他叫做小表弟 以表达对他的信任 而这段故事也得到了毕加索的孙女 玛琳娜的证实 他是除了死去的毕加索夫妇之外 唯一一个还认识皮埃尔的人 但是对于这段经历 克劳德却提出了质疑 自己的父亲和一个电工 成为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还送过话 那作为毕加索的儿子 这种事情自己不可能不知道 然而实际情况又的确如此 即便是儿子 其实在毕加索晚年 也很少和父亲有过直接接触 这是因为晚年的毕加索 对死亡非常恐惧 需要家人陪伴 但是他的家庭关系 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让他更加孤独 据说在晚年间 毕加索经常让妻子 赶走那些子女和朋友 因为他认为所有人 包括他的子女 都是为了钱才接近他的 于是孤独的毕加索能够看到的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经常出入他家的人 其中就包括孙女玛琳娜和电工皮埃尔 有人说毕加索这是老糊涂了 但不论是否糊涂 这确实是他自己的行为 毕加索他的确也是一个慷慨的人 他生前曾给自己的司机 医生 理发师等等很多人都送过画 类似这样的小故事 在他的很多报道和传记中 也时有记载 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说有一次毕加索在嘎那度假 有一天在海滩上晒太阳时 一个大肚子男人 上前来问毕加索 说是否可以卖一张画给自己 毕加索听了 摇了摇头 让那个男人走开 不过在之后的几天里 这个大肚子男人 每天都会来找毕加索买画 但是每一天毕加索都拒绝 直到第五天 那个男人再次向毕加索走来 这一次毕加索先问他了 问他说 你还想买我的画吗 男人听了 喜出望外的回答说 要买 当然要买 于是毕加索站起身 向旁边的一个陌生女人 借了一只口红 然后他转向了那个大肚子男人 用口红在他的肚皮上 当场开始做画 这样类似的小故事还有很多 或多或少的也能够表示 以毕加索这种随性的性格 把画送给电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只是一下子送出了两百多幅画 这种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的确还值得商榷 在法庭上 皮埃尔表示 这二百七十一幅画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是在1971年或1972年的一个晚上 那一天他做完工作准备回家 此时毕加索的妻子忽然把他叫住了 递给他一个箱子 说这个是对他辛苦工作的报酬 皮埃尔起初是拒绝的 但对方的一再要求之下 他最终还是收下了 那箱子里装的就是这二百七十一幅画 也就是说呢 这些画其实是毕加索的妻子 对他的忠诚和服务所表示的感谢 回到家之后 皮埃尔夫妇打开箱子 发现里面装的是很多画 这些画作呢 大多是一些素描和蚕刺品 有的纸张比较褶皱 有的只是画了一些素描的轮廓 还不算是一个完成的作品 总而言之呢 这箱子里的东西啊 大部分都是一些蚕刺的作品 但是因为这两人不懂艺术 认为这种蚕刺品应该也不会值钱 就把箱子合起来 随便放在了车库里 而这一放就是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但是克劳德对此却表示否认 他们一口咬定 皮埃尔利用毕加索夫妇的信任 以及自由进出住所的便利 偷走了那些作品 那作品并不是毕加索的妻子送给他的 为此皮埃尔辩解说 自己每天离开时都必须经过毕加索秘书的办公室 而住所的入口除了防盗系统 还有两名警卫看守 毕加索的住处简直就是军事要塞 实施盗窃难如登尖 更何况 如果皮埃尔真的偷了这些话 又为什么要去找克劳德做鉴定呢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但是克劳德同样提出反对 他认为皮埃尔其实是为了把画卖掉 才故意去做鉴定的 因为只有得到了鉴定为真迹的证明 这作品的市场价值才能得到保障 这个说法呢 似乎也有道理 因此一时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这271幅画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这起复杂的案子 法庭最终又会如何去宣判呢 在之前上节咱们说到 皮埃尔表示那些画呢 是毕加索的妻子送给自己的 但是克劳德认为那是皮埃尔利用植物之变 从那偷来的 为此他还指出了皮埃尔的供述中存在的一些漏洞 比如皮埃尔和他妻子的说法就存在出入 他妻子表示 他记得那天皮埃尔带回的是一个鼓鼓的大袋子 里面装的是那些画 当时皮埃尔还跟他说 说这些啊 是毕加索在整理工作室的时候都送给他的 这些画到底是毕加索送的 还是他的妻子送的 是装在箱子里拿来的 还是装在袋子里拿来的 这一点皮埃尔自己也说不清 毕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除此之外呢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毕加索的脾气 其实蛮怪的 他有时候确实很大方 但是法庭上所有认识毕加索的人 都认为一次性送出271幅画 这有点过于慷慨了 因为毕加索他更多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吝啬的 只是因为碍于情面 人们一般不会这么说 只会突出他慷慨大方的一些故事 除此之外 毕加索还有两个小习惯 他会保留所有用过的一些东西 比如地铁票 账单 电影票等等 所以很难想象 他会把一批收藏了六七十年的旧作品 全都送出去 即便它们都是残次品 这也是很难让人想象的 此外 毕加索他不仅喜欢收藏 他对自己的作品还特别有控制欲 1972年2月 毕加索曾经神秘失踪了三天 后来大家才知道 他去参加了一场在伦敦举办的拍卖会 以重金买回了几幅自己早年间的作品 而那些作品是在30年代的时候 被他母亲无意间卖掉的 所以现在他要把这些作品全都买回来 自己再收藏 那么从这几点来看 毕加索的确不太可能一下子就送出去这么多幅画 除此之外 再看看毕加索的妻子 他的妻子也不太可能直接就把丈夫的心血都送给别人 因为毕加索的妻子对毕加索是非常崇拜的 他会小心翼翼的保存所有毕加索碰过的东西 对毕加索言听计从 那么皮埃尔说是毕加索的妻子送给自己的 除非这个送的行为是毕加索夫妇的合意 不然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再者 在送礼物的时候 人们都会投其所好 而皮埃尔想要的不是画 是毕加索家的那个大班手 毕加索对此也是知道的 所以即便要送礼物表示感谢 于情于礼 毕加索也没有理由把那些画送给人家 最重要的是克劳德表示 父亲从来不会送出妻子和孩子的肖像 因为妻子和孩子对他意义重大 但是那271幅画里 却有毕加索的前女友和前妻的画像 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毕加索的很多肖像类画作都比较内涵 比较黄有什么裸体之类的 或者映射某些东西 而且这271幅作品里面 还包括两本素描练习册 里面都是草图 克劳德也说了 他父亲之前从来不会送人草图 其实任何一位画家 可能都不喜欢会把草图送给别人 因为草图它是一个不完整的作品 送给别人反而会彰显出 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另外 毕加索在送画和卖画之前 都会在画上签上名标注日期 以免日后失踪或伪造 但是这271幅画中 只有一件上面有毕加索的亲笔签名 准确来说 这甚至不能算是一幅画 而是一份毕加索的作品目录清单 在这上面有毕加索的签名和日期 不过在签名下方还写了一句话 大概意思说送给皮埃尔 其实说实话 这一份作品目录 对皮埃尔其实非常有利 完全可以认为 是毕加索要把目录上的所有作品 都送给皮埃尔 但遗憾的是 即便毕加索本意如此 可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作品都送给一个无亲无故的电弓呢 这个动机确实很难说清 而且这一点也成为了克劳德反将一军的手段 加之皮埃尔夫妇有些行为本来就比较奇怪 比如为什么直到2010年 才把这些放了三十几年的画都拿出来呢 对此皮埃尔回答说 说这些作品大多是素描涂鸦和旧纸片 他的确不认为会值钱 直到08年 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开始考虑后事收拾东西 这才找到了这些画 这才拿出来去做鉴定 但是这番辩解呢 似乎没有得到太多人认可 尤其是毕加索送出这么多画的动机 成为了本案中最大的争议点 而之后 在克劳德强大的律师团队的帮助下 这个疑点呢 也被无限放大 最终法官认为 这批作品的确极有可能是脏物 而非礼物 但也无法认定皮埃尔夫妇就是实施盗窃的罪犯 而至于这批作品 必须归还毕加索管理委员会 于是最终 皮埃尔夫妇因此被判了两年缓刑 他们对此强烈不满 提出了上诉 而且在上诉之后没多久 这件事就迎来了一个惊天的大转折 说当时在皮埃尔夫妇上诉之后没多久 那271幅画的事还没搞清楚 又出现了一对新的夫妇 这对夫妇手里呢 也有大量的毕加索的作品 也不少 有200多件 当然这对夫妇呢 已经去世了 他们叫莫里斯夫妇 丈夫叫莫里斯 妻子叫布雷斯诺 这个莫里斯生前是毕加索的司机 在认识毕加索之前是开出租的 从1966年起 莫里斯成为了毕加索最后几年的司机 助手以及心腹朋友 许多照片都见证了他们的友谊 而莫里斯的妻子布雷斯诺 也经常出现在这些照片里 这些都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调查得知 这个莫里斯夫妇 他们持有的毕加索作品 至少有260件 而且他们和皮埃尔夫妇极为相似 莫里斯夫妇也说不清这些话 到底是怎么来的 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两对夫妇之间竟然还有亲戚关系 这个皮埃尔是莫里斯的妻子 布雷斯诺的表弟 那么此时大家就开始猜测了 这两批作品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虽然莫里斯夫妇分别在1991和2009年去世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几年之后又出现了第三对夫妇 这第三对夫妇把这些事都给捅出来了 谁呢 在2011年5月 一对名叫伯纳德夫妇的忽然找到警方 他们提出莫里斯夫妇所持有的那些毕加索的作品 全都是偷来的 那么这对伯纳德夫妇又是谁呢 这个伯纳德夫人 她是莫里斯的侄女 她是一个保洁员 她的丈夫 伯纳德 是一个卖水果的小贩 在80年代 他们经常去自己的叔叔 莫里斯家玩 在这期间 他们得知 那些毕加索的画作 都是莫里斯偷来的 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伯纳德夫人表示 莫里斯曾把所有作品都拿出来给他们欣赏 但是莫里斯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怎么偷的 只是经常念叨 说毕加索在去世的时候 自己什么也没拿 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呢 应该是在毕加索去世以后 莫里斯才实施了盗窃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莫里斯偷了画 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天大的秘密 告诉伯纳德夫妇呢 直到1986年 伯纳德夫妇才知道原因 在这一年 继毕加索之后 毕加索的妻子也去世了 于是莫里斯马上就给侄女打电话 让她去找一个靠谱的买家 把那些毕加索的画都卖掉 但是伯纳德夫人呢 她也不懂 就把这事交给了丈夫伯纳德 可是伯纳德呢 她是一卖水果的 她也不懂 上哪去找合适的买家呢 思来想去 她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老顾客 这个顾客 他在巴黎郊区的一个跳蚤市场 经营古董生意 认识一个有名的艺术经销商 在几番讨价还价之后 这个经销商答应 转手帮他们把这些毕加索的作品都卖掉 于是在他们的运作下 每一幅画可以卖到四万法郎 作为酬劳 伯纳德夫妇会得到十分之一的分成 那最终他们也因此赚了120万 那么既然这伯纳德夫妇 因此也赚了不少钱了 也属于共犯了 但是现在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 全都给抖出来呢 他们的理由是 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 他们怕之后有麻烦 所以赶紧来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除此之外 因为在莫里斯去世以后 莫里斯的妻子对他们非常不好 因此他们也觉得 没有必要再帮他做掩护了 那么综上所述也就是说 拥有271幅画的皮埃尔夫妇 和至少拥有260幅画的莫里斯夫妇 以及主动供出莫里斯夫妇的伯纳德夫妇 这三家之间是存在关联的 以莫里斯夫妇为纽带 一个是他们的侄女 一个是他们的表弟 但是一开始呢 这个皮埃尔夫妇 他并没有主动说过 这另外两家的情况 而且皮埃尔说 自己是通过毕加索的招聘广告 才成为了他们家的电工 但是博纳德夫妇却表示 是莫里斯把皮埃尔介绍给了毕加索 那眼看这层亲戚关系藏不住了 皮埃尔这才承认 说他们和莫里斯夫妇之间啊 的确曾经来往密切 但后来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两家就慢慢的疏远了 他们甚至都没有去参加莫里斯的葬礼 这一点很多人也都可以证明 但无论如何 莫里斯和皮埃尔 一个是毕加索的司机 一个是毕加索的电工 两人手里各自都有200多幅 来历不明的毕加索的作品 当年毕加索的妻子一过世 莫里斯就立马开始卖画 而后来呢 莫里斯的遗孀布雷斯诺一过世 皮埃尔这边也马上就联系了克劳德 要求鉴定画的真假 那这个时间点不得不说非常巧啊 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警方猜测 也许这个皮埃尔夫妇啊 的确自己没有动手去偷窃 而是在莫里斯的遗孀死后 接手了莫里斯当年偷来的那些画 当然毕加索可能确实也向皮埃尔送过一些画 不然那张作品目录上就不可能写着送给皮埃尔这样的话了 所以说呢 皮埃尔手里这271幅画 可能既包括了莫里斯夫妇之前偷来的那些 也包括了一些毕加索送给他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 第二次庭审开始了 这一次皮埃尔仍然坚持说 自己手里的271幅画 是毕加索的妻子送给自己的 因为他和克劳德的关系非常不好 不想让这些作品落入克劳德手里 为什么呢 说当时在毕加索去世之后不久 毕加索的妻子要求皮埃尔暂时保管十几个大袋子 里面装的都是一些没有签名的毕加索的画作 后来一段时间以后 毕加索的妻子又把这些袋子给取走了 不过临走之前又留下了一袋 并且告诉皮埃尔说 这些是送给他的 当然对这段经历 克劳德和律师肯定也表示否认 但是他们又拿不出证据来证明 因为毕加索死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双方可以说僵持不下 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庭审的最后 最荒唐的一幕就出现了 包括克劳德在内的六位继承人 他们带着各自的律师鉴定人以及公证人 开始在法庭上相互厮杀 争夺这271幅画的继承权 那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么短时间里 根本争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于是在2016年12月 这二审审判庭维持了一审的原判 但这案子还没完 两年之后 2018年 法国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之前的判决 并下令重新审理 理由是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认定 皮尔夫妇的271幅画是盗窃来的赃物 但是这次重审的看起来好像是很公正 可最后它还是没发挥什么作用 在19年11月 最终的判决依然又维持了原判 皮尔夫妇缓刑两年 而且不可以再去申诉 那么这次判决 可以说也为这个长达10年的跨世纪的谜案 画上了句号 而此时皮尔夫妇也已经80岁高龄了 直到最后一刻 他们依然坚持表示说自己是清白的 但谁知道呢 法国警方和我们一样 他们掌握的线索 只有他们的口供 是真是假 已经无从辨别了 至于那271幅画作 最后呢 谁也没捞着 全都被法国文物部门接受管理了 这就是这271幅画的故事 闹来闹去 最后不论是不是偷的 不论是不是想占点便宜 最终也全都失败了